第六十八集 天神下界 秦牛王 现在开始 上一集我们正说到 孙悟空猪八戒 和那火焰山的土地神 联手大战牛魔王 牛魔王且战且走 不久就来到了 那击雷山摩云洞 玉面公主见牛魔王独目难知 便带领着洞里 几百名小妖怪冲出来帮忙 猪八戒见势不好 掉头就跑 孙悟空此时也打得累了 随着也撤了下去 那土地神带着些自己的小妖兵 随后也跟着退了下来 牛魔王当然也给累得够呛 见得了胜便再也不追赶 高高兴兴地回了他的摩云洞 咱们再说 孙悟空猪八戒和那土地小神 跑了二十几里路才停下来 孙悟空懊恼地说道 那牛魔王果然阴险狡诈 没想到武艺还如此高强 俺老孙跟他打了一夜都没办法赢他 咱们几个连手也无法降服他 真是伤透了脑筋啊 猪八戒也很沮丧 我说猴哥 那大力牛魔王真不是好惹的 那芭蕉扇如今落到他手上 我看咱们再想弄到手 可难咯 没有那芭蕉扇 咱们铁定过不去这火焰山呢 我说猴哥 我看咱们回去跟师父说一说 还是各走各的路 散伙得了 那土地说道 哎 天鹏元帅呢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你们从出发到现在 已经走了一大半路程了 如何能半途而飞呢 岂不让人耻笑呀 况且如今你师父 正在那火焰山下 眼巴巴等着你们得胜回去呢 你们难道要看着堂长老失望吗 孙悟空也说道 嗯 土地公 你说的对 呆子 你不要在这扰乱军心 那牛魔王再厉害 也就是一方妖怪罢了 咱们保着师父吸去取经 有佛祖菩萨 以及众位天神护佑 难道还怕了他不成 咱们无论如何也要把那芭蕉扇弄到手 灭了火 好早日启程赶路 等到咱们修成正果的那一天 再回想今日之牛魔王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坎儿罢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猪八戒一听 也重新鼓起了勇气 大叫道 猪哥 你说的对 俺老猪还还等着 见佛祖得正果呢 岂能让一个小小的牛魔王 挡了咱们的路 握了咱们的取经大业 咱们打上门 找他要扇子去 说着 猪八戒挥起自己的九尺大钉耙 头一个杀回了积雷山摩云洞 孙悟空和那土地神在后面跟随着野杀了回来 咱们再说牛魔王 进了洞 刚刚坐下喝了口茶歇了会儿 跟那玉面公主还没说两句话呢 就听外面 两声巨响 一阵浓烟扑鼻而来 牛魔王定睛一看 好吗 洞门塌了 站在洞外熊啾啾气昂昂的正是猪八戒 后头跟着孙悟空土地神和一众的小妖兵 原来猪八戒受到鼓舞 奋起神力 两耙子就把魔云洞洞门给排塌了 此时就见猪八戒两眼放光 站在洞外 高举耙子大叫一声 那牛魔王你还不乖乖地把扇子叫出来 你家猪爷爷休息好了 要来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那牛魔王一见猪八戒这微风拔面的样子 也有点心惊肉跳 心想啊 这猪八戒好威风呀 不知哪里来这么大劲 他竟然也不累 再加上个孙悟空 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啊 哎 不过想这些也没用了 还得打呀 好在 牛魔王那件趁手的兵器 那条混铁大棍就搁在墙角立着呢 就见牛魔王蹭的一下站起来 抓起那条大棍呼的一下飞出洞外 跳到猪八戒的面前 二话不说举棍就打 猪八戒急忙举起自己的耙子往上一挡 嘴里大喊了一声 给我开就听 的一声 生生把牛魔王的大棍给挡了出去 按说着猪八戒无论是功夫还是力气 都照着牛魔王差远了 不过这就是勇气的力量 他抱着必胜的信念 这一下就把牛魔王的大棍 崩开一丈多高 执阵的牛魔王也两臂发麻 后退了好几步 眼里满是不相信的吃惊的神情啊 猪八戒一见自己得手了 高兴大叫一声 嘿嘿 看来俺老猪还行 我说猴哥 你还愣着干什么 咱们一块上啊 一句话典型的孙悟空 他举起金箍棒 大叫一声 说的对啊 八戒 咱们一起上 好家伙 孙悟空奋起金箍棒 大叫一声 破魔 你给我 破 猪八戒抡起大耙子 也学着孙悟空的样子 大喊一声 老牛 给我 就听 两件兵器朝着牛魔王就砸了下来 牛魔王一见 躲是来不及了 只能硬着头皮 把自己那根混铁大棍 往头顶上这么一架喊了声 给我 开 就听 把个牛魔王震得一条腿跪在了地上 觉得自己心口发热 一口鲜血就要往外涌 猪八戒一见机会来了 更来了 近了 他把个耙子轮得像车轱辱一样 照着牛魔王身上雨点似的砸了下来 嘴里一边大叫着 好 你这招管又黑老牛 你给我扑 扑 给我扑 好嘛 牛魔王刚从地上站起来 就被这一阵爬子鱼给砸蒙了 招架不住是掉头就跑啊 没想到孙悟空比他更快 早一步跳到了他身后 把他的归路给堵住了 孙悟空大叫一声 牛魔王 你还不快快投降 把扇子乖乖的交出来 难道要按老孙打你个行神 拒灭不成吗 牛魔王一剑跑不了了 突然把自己的大棍子扔了 黑黑冷笑道 猴猴 你以为你这就能降服得了我吗 你太想瞧我牛魔王了 说着他突然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只黑天鹅 高叫着飞向了空中 猪八戒正好从他身后跳过来 就是一耙子 给我 却拍在了地上 一抬头 已经不见了牛魔王 主播剑纳闷的问道 猴哥 老牛哪儿去了 怎么不见了 八戒 你抬头往天上看 那不是吗 哪儿呢猴哥 那不是指黑天鹅吗 那就是那牛魔王变的 但老孙跟他斗斗法 八戒 你跟土地带着妖兵 且去平了牛魔王那摩云洞 断了他的后路 让他回不了家 好嘞猴哥 交给我们了 说着 猪八戒带着土地神 一起去攻打那摩云洞了 咱们再说孙悟空 看看那黑天鹅 正飞得越来越远 他不慌不忙 喊了声 变 自己立刻变成了一只海东青 就是一只神鹰啊 那是世界上飞得最高 飞得最快的鸟 就见那海东青 嗖的一声钻进了云里 而后倒着飞下来 正好落到那黑天鹅的背上 他抱住黑天鹅的脖子 张开尖利的鹰嘴 朝着黑天鹅的眼睛就啄去 牛魔王一见不好 知道这海东青准是死悟空变的 便马上变成了一只大黄鹰 同样长着锋利的嘴 一转头朝着海东青浊去 孙悟空立刻变成一只乌凤鸟 这种鸟专着黄鹰 牛魔王一见不好 马上摇身一变又变成了一只白鹤 高 长笑一声朝着南方飞去 孙悟空冷笑了一声 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只凤凰 凤凰乃是白鸟之王啊 他高叫一声 吓得各种鸟都停在原地低下头 不敢动了 那牛魔王变得那只白鹤 也不敢轻举妄动 从天上落了下去 牛魔王顺势变成了一只小鹿 蹦蹦跳跳的在山崖边吃起草来 孙悟空在天上瞪起火眼晶晶 一下就认出了牛魔王来 于是他马上变成了一只猛虎 一声大叫来追赶小鹿 牛魔王慌了 赶紧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金钱豹子 跳起来要用尖利的爪子去抓那猛虎 孙悟空赶紧变成一头麒麟 咆哮一声 伸出大爪子拍向那头花豹 牛魔王也不示弱 再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只巨熊 两腿一叉站了起来 伸出爪子就要去抓麒麟的脑袋 孙悟空一见 马上又变成了一只更加巨大的猛马象 伸出又粗又长的大象鼻子 向着那巨熊就卷了过来 牛魔王一看 自己所会的这七十二般变化 孙悟空也全都会 而且孙悟空的变化比他还要迅速 斗法他是斗不过孙悟空的 干脆显出圆形玩命吧 就见他 两声大叫顿时献出了圆身 这可吓了孙悟空一跳啊 原来这牛魔王是一头高千丈 顶天立地的大白牛 那牛头就像一座山峰那么大 两只牛角就像两座铁塔 瞪着一双血红色的大牛眼睛 看着孙悟空叫道 破猴 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孙悟空当然不能示弱 就见他显出圆形而后喊了声 掌 立刻变成一只顶天立地的巨猴 头如泰山 烟如日月 口似血河 牙似门扇 手中依然擒着那条金箍棒 照着那巨牛头上就打呀 那牛魔王毫不畏惧 晃动巨大的脑袋 用两只牛角往上就顶 只听见 顿时山崩地裂 一头巨牛和一只巨猴 就搭在了一起呀 吓得地上一众的飞禽走兽 纷纷东躲西藏 不过 这一声巨响 也惊动了天界 那些天神一箭 孙悟空大战牛魔王 知道这是一场恶战 纷纷赶来帮忙 什么六钉六甲 金头接地 护叫迦兰 一起把牛魔王团团围在中间 好个牛魔王毫不惧怕 一亭两只巨大的铁牛角 是东一头西一头 见人就顶 顶上可就是必死无疑呀 众天神百开阵势 随着孙悟空死死地缠住那大白牛 牛魔王左冲右突 不能突出重围 他急了 呼地又变回了牛魔王的样子 化成一道白烟 咻地一下朝着那翠云山 芭蕉洞的方向飞去 孙悟空和仲天神随后赶来 把芭蕉洞是团团围住 正在这时 就见猪八戒和那土地神叫嚷着也赶了过来 见了孙悟空 猪八戒说道 猴哥 那摩云洞 让俺老猪跟土地给他平了 一耙子砸扁了那个玉面公主 你才是个什么 原来是个狐狸精啊 随后一把火把那老牛窝烧了个干干净净啊 猴哥 你可抓住那老牛了吗 八戒 还没有 那牛魔王刚才陷了原形 被俺老孙和众位天神围困 他情急之下逃回了这芭蕉洞 现在他就在里面 猴哥 那铁山公主也在里头是不是 正是啊 八戒 好嘞 猴哥 你看我的吧 说完猪八戒又举起耙子 朝着芭蕉洞的门就砸去啊 别看猪八戒打妖怪不行 砸门可是很有一套 只听见咚一声巨响 这芭蕉洞的门也让猪八戒给砸了个粉碎 话说那牛魔王气喘吁吁的刚跑进洞里 就听咚一声巨响 门又被砸开了 他赶紧从嘴里吐出那芭蕉扇 递给铁山公主说道 夫人 你收好了扇子 带我出去会斗他们 铁山公主哭着说道 大王 我说你别再打了 还是把扇子给了那孙悟空 让他们退兵吧 不行 那猴子欺人太甚 我今天要跟他斗到底 说着 牛魔王拿起那两把清风宝剑 又冲了出来 照着猪八戒就砍 猪八戒才不吃眼前亏呢 拖着耙子就跑啊 孙悟空和一众天神 马上又把牛魔王团团围住 叮叮当当的展开了一场混战 要说牛魔王果然厉害 拼命的抵抗 打了五十多个回合 可是他实在是不能再打了 因为他早已经累坏了 牛魔王掉头往北就跑啊 可是没跑出几步 早有五台山密魔眼神通广大 破法金刚拦住了去路 大叫道 牛魔王哪里去 我等乃是奉如来佛祖之命 请他来降服于你 你还不赶紧束手就擒吗 牛魔王一听大吃一惊 转身又往南方跑去 正碰上峨眉山清凉洞 法力无量圣治金刚 金刚大叫 牛魔王哪里走 我正要捉难于你 牛魔王只得掉头又往东方跑去 却早有那须弥山摩尔牙大力金刚 挡住了去路 金刚大叫道 老牛 你往哪里走 牛魔王赶紧往西又跑去 早有昆仑山不坏尊王 永驻金刚拦着 叫道 牛魔王 死到临头 还不快快投降吗 牛魔王一看 东西南北 到处都是佛兵天降 再加上孙悟空猪八戒等等 实在是无路可逃啊 没办法 他只得驾云直向天界飞去 没想到走到一半 却见托塔李天王带着哪吒三太子 还有巨灵神 领着一众天兵天将拦住了去路 托塔李天王叫道 牛魔王 你走不了了 我奉御帝的旨意 在此要铲除了你 牛魔王真急了 又一声大吼 变成了那只巨牛 伸出头上的两只大脚 向着天神的队伍里冲去 这时就见哪吒三太子呼的一下 变出了三头六臂 而后 咻的纵身一跃 跳到了牛魔王 变成的那头大白牛的背上 一手抓住他的牛角 另一只手挥起斩妖剑 朝着牛头 刷的就砍了下去 就听 咚的一声 把个巨大的牛头就砍了下去 孙悟空一剑大叫 三太子 砍得好 哪吒正要跳下来 忽然就见那没了脑袋的牛脖子上 又长出一个牛头来 哪吒赶紧挥剑再次砍去 又把那脑袋砍掉了 没想到 接着又长出一个来 哪吒三太子一连砍了十几个牛头 结果都能再长出来 孙悟空急忙喊道 三太子 这老牛会砍头再生的妖术 你得换个法子 三太子于是急忙取出自己的风火轮 把他挂在那牛角上 一念动咒语 顿时放出三昧真火来 烧得牛魔王来回乱跳 是猫猫之叫啊 他刚要变身好 再次逃掉 没想到这时 拖沓李天王亮出了赵妖镜 那牛魔王立刻被一股巨大的力量 定在原地动不了 更变不了了 此时 牛魔王剑实在逃不掉了 这才大叫道 天王 我愿意投降 请饶我一命 哪吒三太子说道 既然要投降 那快快把扇子交出来 老牛说道 三太子 扇子在我妇人那里收着 此时 就见哪吒抽出了妇妖锁 套在牛脖子上 而后将绳索从牛魔王的鼻子里传过去 哪吒用手拽着那绳子牵着牛魔王 来见孙悟空 众天神和金刚一起来到芭蕉洞前 就见牛魔王冲着里面叫道 夫人 夫人 快快把扇子拿出来 救我一命啊 这时 就见铁扇公主 恭恭敬敬地 捧着扇子走了出来 跪倒在地 哆哆嗦嗦地说道 证 忠为天神 扇子在这里 还 还请众尾 不 不要伤了我家大王的性命啊 他 他 他不是个坏人 孙悟空接过扇子 带着众天神 佛兵 一起 来见唐僧 唐僧一见 喜出望外 急忙起身相迎 说道 哎呀 弟子何德何能 敢劳烦众位天神和金刚下界帮忙啊 那四大金刚上前说道 长老不必多礼 我等奉了如来佛祖之命 特来帮你师徒 祝你们一臂之力 降服那牛魔王 唐僧再三拜谢 咱们再说 孙悟空此时拿起那芭蕉扇来到火焰山前 对着那大火 呼的就是一扇子 只听 然后就是 的一声 顿时那大火熄灭了 孙悟空一键管用 马上再来一扇子 一阵凉风就迎面吹来了 当第三扇子再下去时 滴滴答答的雨点便落了下来 众人无不大喜 孙悟空转头问那铁扇公主 我听人说 这三扇子下去 只能保一年无火 一年以后 这山火又会燃起来 这火焰山本就是因俺老孙而来 按如今要永远灭了这火 该扇几扇子呀 铁扇公主赶紧说 大圣 只要七七四十九扇 这火就会永远熄灭 再也不会着了 孙悟空一听 这才运用神力 连着扇了七七四十九下 这山上立刻大雨倾盆而下 这可算是除了后患 造福了当地的百姓们 孙悟空这时信守承诺 把扇子还给了铁扇公主 那铁扇公主从此也改过自新 安心地修炼去了 众位金刚牵着牛魔王 回了大雷鹰寺 向佛祖复命去了 由如来佛祖处置牛魔王 众天神也辞别了唐僧师徒 回了天界向玉皇大帝复命去了 而那小土地神也终于可以回兜率天宫 向太上老君他的师父赴命去了 可以继续好好地当他的道士了 真可谓皆大欢喜 唐僧师徒则收拾好行李 翻过了火焰山 又继续踏上了西天取经之路 The End